马来西亚吉隆坡慈基国际学校启用后 首次迎来新春团拜 除了传统武师 孩子也发挥创意 把塑胶带变成武师 宣导环保 新春节目由学生包办 中学生呈现话剧带出米铺满爱的效应 我们演这个话剧的 要带一个信息给别人 有一个精神 叫做八分保 二分住人好 然后把那个二十百分低的 你给别人 然后帮他们 在新春活动我们也要强调 跟孩子强调 它不只是纯粹的一种庆典 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能够在这段时间 真正的去思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 那孩子能够懂得去感恩 孩子最开心的是领到红包 里面装的是敬思雨祝福 孝顺父母的孩子 就有福 口说好话 趁着新春团拜 校方举办灰春 传递美善 全校师生庆兴春 同时一起打造 友善学习环境 让孩子们在欢乐气氛中学习 待新闻真正美志工杨文辉 往日发中开安马来西亚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